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佩服的捕捞高手 一个捕捞季 能从大海捞出200多万元的财富 出发 我们就骑马去了 它是批发市场靓丽的风景县 靠会抢仙占领市场 让老爷们儿都佩服 海鲜咯 曾宗如东海鲜 黄鱼 它勇闯外地市场 让海鲜走得更远 忘记一天销售额 就有100多万元 有钱大家一起赚 江苏如东开鱼了 让我们跟着渔民一起 到黄海寻宝 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共浮精系列节目 开鱼了 咱们先来看看 今天节目演播室当中都有啥 来 您瞧 这个大家都特别熟悉 带鱼 很多人都很爱吃 您家是怎么做带鱼呢 无论是煎炸还是红烧 带鱼的滋味 那都是先级了 来 您再瞧这个 各位 您看 这是个儿大肥美的梭子蟹 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 咱们趁机尝这么一口 蟹壳打开 您看 蟹黄会很多 这一口梭子蟹下去 这是仙调眉毛 江苏如东也盛产 梭子蟹带鱼 今天我们就带您到江苏如东 开鱼了 当地上万余民都忙活起来 不光有着梭子蟹带鱼 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鲜 走 咱们一块儿到如东 抢鲜去 您瞧 码头上正在举行一场 特别的仪式 这是我们这个山下的一个习俗 就是搞一个济海行动 济海的活动 起修大海的亏震 平平安安 期待发财 搞得好多鱼 自己今年收成 鱼冲 鱼冲 今年看我这个人的鱼冲 应该今年收成 应该是好的 应该收成是肯定放手的 开鱼是海边渔民最期待的日子 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出海捞金了 来来 过去来 过去来 顺风顺水满载而归 同志祝愿我们各位开开心心的 这场开鱼仪式就是渔民们策划的 以此祈求风调雨兽 鱼虾满仓 我们开鱼了 江苏如东开鱼了 让我们跟着渔民一起到黄海云宝 抢仙去 出发了 渔船缓缓通过闸口 刘亚冰难掩对丰收的憧憬 你把这次 什么心情了 心情 还是很好的心情 想发财 您瞧 浩浩荡荡的渔船队伍出发了 渔民开足马力奔向大海 抢抓财富 船还得行驶一换 咱们不妨趁这个时间去看看 当地人有多会吃鲜 如果您到如东来 清晨必须吃上一笼蟹黄包子 很鲜美的 这是蟹黄 瞧 这热乎乎的包子 大肉馅里裹着蟹黄 一口下去又鲜又香 这馋人的蟹黄包 您能吃几个 再带您去尝尝海边小城才有的烧饼 用当季红毛虾的虾子 加上爽脆多汁的萝卜丝 裹满芝麻 烤到酥脆 吃上一口 嘴里的鲜味久久不散 鲜是如东的独特风味 在这里包您吃鲜吃到爽 美食看得流口水 要说最鲜的 那必须是开鱼后 捞到的头一批鱼货 咱们赶紧回到鱼船上 去看看到底会遇到什么惊喜 刘亚冰 如东人人佩服的捕捞高手 去年开鱼后 他一共从大海里 捞出了两百多万元的财富 到达捕捞点后 鱼船上一下子忙碌起来 这些大石头可有大用场 现在是在干嘛呀 现在就拿网搬着肉材本 然后去下呀 要下网 一网了是吧 对呀对呀 下网了 这个一个有多重啊 二十斤 二十斤 这是对着稳住这个产体吗 不是啊 这是吊在网下面 吊在网下面 没让网 这个网要移到小船这儿是吧 要移到小船这儿 这样你知道了 我帮您了 您看看 接下来 刘亚冰要带着工人 合力将一张巨网搬到小船上 再开着小船到海面上撒网 这一张网有多大呀 这张网 大概 大概一百米长嘛 这张网的长度 跟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差不多 这头一网 对刘亚冰来说非常关键 下面的情况是如何就看这一网 对啊 是吧 就看这一网了 那我们都祈祷一下 一网捞出来 你希望捞出来什么呀 我希望捞出来滑鱼啊 大滑鱼 大滑鱼啊 行 那一条四斤的大滑鱼 就一万多呢 这一趟你的目标是多少呀 二十万 二十万 刘亚冰这一趟 预计出海十天左右 想要捞出二十万元的财富 他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吗 您看 渔民将系着渔网的浮飘 高高举起 投入海里 船快速前行 拖拽着渔网迅速下水 只用了一分多钟 渔网投放就完成了 接下来 我们需要等待四个小时 刘亚冰一次出海 捞出二十万元的财富计划 能否实现 让我们拭目以待 走了 我们骑完去了 四个小时一划而过 最激动人心的收网要开始了 记者决定跟着刘亚冰去收网 你别跑 没事 没事 放上门上 站上去 站上去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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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哎呀 鞋子 鞋子打了 我只是你站在 站在这个后面 你站在这里 不可以 站在这里 你站在这里 我过去 你往这架子里 往这船 你鞋子出了 鞋子也没事 这船太坏了 我们冲发了 财富尽在咫尺 刘亚冰显得非常兴奋 我们走了 出发 我们就骑完去了 大网被缓缓拉起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第一网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第一网 只拉上了一个大海蛇 还有一条小鱼 刘亚冰脸上难掩失望 就像这种第一网 搞起来是这种情况常见吗 训练就不是的 训练就好了 是呀 这种海蛇 一斤卖价只有两三元钱 而且还非常容易把网弄坏 一旦网坏了 刘亚冰就只能返航了 现场气氛有点沉重 刘亚冰冰决定 过一会儿再试一把 这一次他要等一样东西来 再期望 有风雨肯定多了 有时大风一过 直接下来雨 晚上就雨了 回到船舱里 刘亚冰唱起了歌 来舒缓内心的压力和忐忑 还谁舍得一杯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经过苦苦等待 转机来了 起风了 刘亚冰决定 再次起网 这一网补上来的是苏子蟹 苏子蟹 目前市场价 一斤能卖到六十元左右 刘亚冰心里有底了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终于高兴了 终于高兴了 捞出鲜味只是获得财富的第一步 要想卖出好价钱 刘亚冰还有两件事要抓紧干 否则财富计划就实现不了 第一件事 在最短的时间内 对于货进行保鲜 盖到开盆架 然后还要高一点 多一点 还要更多一点 不管完的盖 看不到 还要多 第二件事 抢仙 刘亚冰的捕捞船 十天才能返岗 他联系海上运仙船过来 把第一批鱼货 争分多秒 先运了回去 新鲜鱼货 才能卖出好价钱 刘亚冰日夜加班 抓紧捕捞 他只用了一周时间 就提前完成了 二十万元的财富计划 真的人家还在喝点 早呢 还有八个月 鱼虾满仓 鱼民们抢仙归来 咱得赶紧去 另一个地方看看 这是如东县的 一个海鲜批发市场 每到开鱼季 滑灯初上时 都会出现 这样一番特别的景象 您瞅瞅 门口挤满了买家 大家早早就等在这里 第一个出品就是 可以拿到鲜鲜的好货 记者带您走进市场 体验大家抢仙的热情 现在八点了 你看我们已经 完好地拉开了 你看大家看 好多人啊 大家现在都来抢海鲜 晚上八点准时开市 买家们一路狂游 让我们跟上脚步 看看这里的海鲜 再见 这是阿芳卖海鲜的档口 在本地市场销售 竞争是很激烈的 阿芳能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靠的就是会抢先 忙到什么程度啊 你说说您今天吧 今天的行程 早上几点起来的 早上五点就起来了 六点就起来了 五点半就到港口了 就开始地车就卸 卸卸好了就是虾 虾好了就是鱼 我们要的就是新鲜度 一般我们船上回来 不超最快的五个小时来 是最多当天全部要匹发掉的 为了抢先 阿芳一天睡不到五个小时 除了抢先的动作快 阿芳的眼力也特别准 咱们跟他学一招 挑选新鲜海鲜的小窍门 新鲜 就是你看鱼鳞 让我洗洗眼睛 你看 对呀 眼睛很清澈 清澈黑黑的很清爽的 这个眼睛你看 眼睛 眼睛你看 上岸后的海鲜 经阿芳的档口 迅速送达消费者手中 吃海鲜了 海鲜是如东的一块金字招牌 也是上万游民的主要生活来源 如何让本地海鲜卖得更远呢 当地还有一批能人 专攻外地市场 接下来就给您介绍一位卖货高手 他叫何海君 是当地第一批打开外地市场的人 这个就野生大坏鱼 西游片头 西游片头 这个大概在600左右一斤 不漏旺季 何海君一天的销售额 就高达100多万元 这赚钱能力让大伙很佩服 生意做这么大 何海君靠的是两个主意 这两个主意究竟是什么呢 以前渔民们还在本地卖海鲜时 何海君就是头一个 闯外地市场的人 他拉了一车海鲜 单枪匹马跑到了浙江 那在当时是非常有魄力的 一车祸大概也有几千斤嘛 不到20分钟就被抢过一空 但是我心里特高养 我说还是这里牛啊 温州人特别牛啊 我们的这个货找对地方 找对人了嘛 除了高兴 何海君马上意识到 外地市场可是大有商机 他又跑了几个城市的海鲜市场 仔细观察 发现了不同产品 在哪里更受欢迎的规律 温州那边反正我们 本地的米鱼城那边 是比较有那个参销的 林木那边的参与之类的 销售的价格反正都比本地 也高20%到上升以上 您想啊 做生意 信息和人脉都至关重要 何海君初来乍到 这人生地不熟的 如何迅速打开外地市场呢 何海君想跟外地市场的 经销商合作 这事儿其实也很难 都说同行是冤家 他要用什么方式跟同行合作呢 他想出了第一个主意 有钱大家一起赚 八批量的 每个人付出不同的那个品种 就不是挺好看吗 何海君把上海 温州 宁波 青岛等地 近20位经销商组织起来 成立了一个销售联盟 大家共享市场信息 哪个地方哪样海鲜价格上涨 大家可以统一往那个地方供货 我之前大纳狗狗 自己找客户是以前的 他找客户 他的客户 手上客户都要多 我们他是保持每天 每天有货源 从路的货源上来 我是保持每天 有从路的货源上市场销售 外地销售渠道有了 到这儿离挣钱还有一步之遥 何海君和他的合作伙伴们 还面临着一个挑战 最重要的货源和中国的经销商 稳定的货源决定着生意成败 何海君想出了第二个主意 他要做传保母 传保母听着就新鲜 这是怎么个意思呢 每次出海前 渔民需要给渔船进行补给 包括加冰 加水 修补渔王等 何海君提出 这些繁琐的活由他来干 和海君不仅给渔民提供了保母式的贴心服务 给大家带来了便利 他还经常和渔民们聚在一起吃饭 感情自然加深了 他做的人员也好 我们基本上都一起吃饭 他就到哪里吃饭 有时候都带着我 通过船保母服务 和海君和当地渔民的关系变得像家人一样 大伙都愿意把唠叨的海鲜优先卖给他 货源自然有了保障 我们也有累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也有吃不出的人 那想想渔民比我们在海南更苦 那个劲儿一会儿就过去了 你不管有多少货 一传货下来我都得把它消掉 这必须的 这是责任 开渔后是何海君最忙碌的时候 他每天都在忙着抢仙 他要用最短的时间 把产品运送到外地的市场里 为了抢仙 渔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他们捕捞一趟 要在海上飘荡十天半个月 开捕的时候那是不眠不休 记者走进捕捞船内部 实地探访他们的船上生活 大家睡在哪儿啊 睡在这个小洞洞里面 一个人一个位置 能躺进去吗 能能能能 好的 来来来 来 把鞋脱掉 来 亮亮我进去了 担心碰头 感受一下 一共有多少 能住多少个人 一共能休息17个人左右了 大家这么辛苦 只为给消费者带去一口鲜 现在如东县参与海洋捕捞产业的 渔民有上万人 大海给渔民带来了财富 当地人也在精心守护着大海 大海应该是养育了我们这一方水土 养育了我们这一方儿女 非常热爱我们大海 我们为了保持海洋资源的可持利用 我们会真实放流 我们会在特定的季节里面放一些大的黄鱼 大的海蛇 大的虾 保证这个海洋的一个生态平衡 开鱼意味着新一季收获的开始 乘风破浪活财富 卢东人最清楚 只有心情打拼忙抢仙 丰收才能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您瞧瞧这渔民呐抢仙忙啊 仙字啊不仅仅关系的财富 也代表着卢东人追求极致的态度 要把这最新鲜最诱人的蛇尖美味 送到您的餐桌 其实无论是出海打鱼的渔民 还是在档口抢仙 以及寻求更广阔市场的经销商们 产业链条当中的每一个人 他们都在争分夺秒奋勇抢仙 而这种尽头 相信一定能够感染到电视机前的您 我们也祝愿当地的产品 掀出新高度 产业拥抱新未来 好了各位 今天的共浮精系列节目开余了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